體驗S14召喚峽谷 打牙述的話其實前面蠻不好打的 先破個盾 我才剛說完不好打的 結果他就直接上來送了靠癢 如果遇到會晚一點的牙述 都要等6等等 這也要擋 下一波這波炮車線 推完回家吧 打個電型 或許我可以一打二 因為這波小兵很多啊 小兵很多就可以這樣玩 裝備的話 他會擴散嗎?還會擴散嗎? 這個好了 他死了 這好像可以收一下 有眼嗎? 交給你們啦 有眼難怪 感覺可以把他殺了 殺個雞巴 這個Q沒有擋掉 哇這個Q如果躲掉就 就真的可以反殺了 要出心誰嗎? 心誰 可是他沒有誤穿 這個好了 小木射 這個 充能版的木射 這個我不知道可以幹嘛 還狂妄 大順風的時候用的嗎? 我剛才被他殺掉有點 太傷了那一波 啊? 啊? 哦呦 碰 有失誤這一波 哎呦別再來中路啦你們 這是我的線耶 哈囉 加油 我們都沒死 NICE 這把感覺可以出這個 這個殺完人 只要在3秒內殺完人 就會有跑速 可以比較快退場 哇這個地形好複雜哦 啊沒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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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哇操 1600啊 國斧這麼快更新沒有啦這是測試服 國斧的測試服 這個我感覺傑出沒有什麼用 這件裝備比較適合塔龍 一波囉 我們這把雙打野啊 這個也不能喊路 第一件裝我們直接出那個吧 那個小九頭 褻瀆九頭蛇 掛中兩個 nice 先出這個小九頭 直接回歸之前塔龍的玩法了 這樣子好啊 讓那個刺客都回去玩 我們最原本的全物川流 這樣才對嘛 這邊做個視野 這個草感覺之後可以做真眼 欸怎麼那麼快 死 紅buff回血 ok 這個裝備出來應該就算是一個 小強士騎了 ok 開始瘋狂推薦 這邊做個真眼 騙出一個點燃 翻牆 W掛上 W喬位置 我一喬位置 說錯 拿下雙殺 翻牆 翻牆 抵消控制 R 抵個雞巴 AWQA A9頭蛇 偏出一個大招 偏出一個大招 還不錯 這好噁喔 這個 能不能給他改一下 哇還跑出一堆 卡這個人一下 QW 走一下 W掛上QRA點 翻牆 OK 這個真的好噁心喔 這個 他直接衝去塔利院欸 我覺得其他做得不錯 可是浴室者那個真的有點噁心 當然也會有人覺得他可愛啦 叫閃喔 W掛上 QRA 翻牆 啊 哇這是什麼啊 這個是幹嘛的 W掛上 QA A AWR AQA 再來去帶下落 欸我覺得變得很好玩欸 其實 改這樣子我會比較想要打峽谷的 欸這個 這個可以做的啦 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他把他 翻在塔下 就會覺得好可惜喔 這個可以做的 可以玩一下的 還可以 他沒大招 QA R 快 快 往這邊翻 我現在改成這樣真的不錯欸 真的比較好玩 點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